永柳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? 永柳古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柳树的赞美,并表达出诗人对于春天的喜爱。 永柳是圣堂诗人贺之章写的一首七言绝句,原文为 碧玉桩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涛,不知细叶谁才出,二月春风四剪刀。 意思是,高高的柳树长满了翠绿的新叶,轻柔的柳枝垂下来,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。 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才剪出来的呢? 原来是那二月里温暖的春风,它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。 这首诗是一首永物诗,诗的前两句连用两个新美的预想, 撩绘春柳的勃勃生气,葱翠鸟挪,后两句更别出心裁地把春风比喻为剪刀, 将是枝无形不可捉摸的春风形象的表现出来,不仅立意新奇,而且饱含韵味。